狼鸡隊背號0號的Domingo Hermon 在面對運動家的比賽中 創下了完全比賽紀錄 這是大聯盟歷史上的第24次完全比賽 也是自從2016年來的第一次 大家好我是白哥 Hermon在日前達成了完全比賽的成就 也成為了多米尼加第一位達成這項成就的棒球員 成功在歷史上留名 不過這場是面對聯盟實力當中比較差的運動家 所以很多人在評論的時候都會有一句是 原本以為完全比賽好厲害 但看到運動家就覺得還好 那我在這邊也要補一句公道話 完全比賽本來就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成就 要達成這個條件真的是需要天時地利還有人和 目前大聯盟歷史上也只有24場完全比賽 也就是說上千個投手當中 只有24個人完成了這項成就 所以不需要因為對手是今年狀況比較差的球隊 就去認為這個完全比賽是有水分的 那好的當玩公道柏之後 我們還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Domingo Hermon 本集影片由Surfshark VPN贊助播出 Surfshark VPN在全球100個國家設置了 3200台伺服器 提供穩定的連線品質 而且Surfshark VPN 還擁有軍用級的加密系統 和嚴格的無日制政策 防止用戶的遊覽紀錄或是資料外洩 重點是一個帳號還可以分享給 無限多台設備裝置 無論你是要自己用還是要跟家人朋友共用 Surfshark VPN都暢通無阻 現在只要點選我的專屬連結 輸入優惠碼 PIG EON 就可以享有專屬優惠 還多送免費的3個月使用期限 30天內不滿意還可以退費 還不趕快去訂購 Hermon是在2009年以國際球員的身份 被佛羅里達馬鱗魚簽下 當時年紀大約是落在17或18歲左右 之後他就加入了馬鱗魚的小檸檬體系訓練 我們這邊直接亮出他從10年到14年 在馬鱗魚小檸檬的成績 其實還蠻不錯的吧 雖然爬了5年 成績最高只有來到EA 不過看得出來他是有實力的球員 而且發展得很穩定 在當時馬鱗魚農場內排名他是第8號新秀 不過也因為成績較低 所以沒有入選過百大新秀 所以老實講他受到的矚目 那時候是真的不多啦 Hermon第一次登上較大的媒體版面 就是他被交易到了楊姬 2014年的12月 馬鱗魚決定掏出三位選手 跟楊姬換兩位 那馬鱗魚當時的包裹裡有 Elvoldi、Jones跟Hermon 楊姬則是送出Prado跟Philbes 這比較樣的主菜基本上就是Elvoldi跟Prado 兩人 那Hermon只是配角 那交易到楊姬之後呢 Hermon就先動了一個TJ手術 所以2015年賽季呢就直接報銷了 那2016年回歸賽場之後 在EA和高A表現穩定 楊姬也決定將他放進40人名單當中 那2017年他也迎來了 生涯首次的大陸盟出賽 投了7場後援 繳出14.1局 送出18次三陣的成績 那防禦率則是只有3.14 2018年開始他在楊姬的定位就是長中技角色 5月有拉近先發輪值當中支援 還投出了一場6局的吳安達比賽 不過之後的出賽成績就不太理想 因此季末被拉回3A調整 2019年荷曼開始展現他的投球天賦 在Louis Severino受傷的狀況下 頂上了先發輪值的一元 開季投出9勝一敗 防禦率2.60的成績 雖然下半季開始有點下滑 但還是拿下了單季18勝的紀錄 雖然說FIP跟ERA的數值都相當的高 也讓他在這個18勝當中看起來是有點水分 感覺是運氣比較好才能拿到那麼多勝頭 不過至少啊 我認為荷曼在扮演4號或5號先發上 他做得很好啊 不過就在這一切看起來都很讚的時候 出事了荷曼 2019年9月他在參加隊友 殺胖的慈善網會時 喝了點酒並且打了他女友一巴掌 回家之後呢 他還是不停的對這個女友進行物理輸出 最後是女友打電話請另外一位球員的妻子來救他 荷曼才冷靜下來 那隨後這件事啊 就進入大聯盟紀錄調查 最後呢 是遭到判決要接受81場的競賽 那原本呢 這個是大概只要半個賽季左右的時間 而且再加上19年季末 他本來就有被要求要競賽 去做這個調查 所以還可以再折抵一些時間 但剛好2020年遇到了縮短賽季 大聯盟只打這個60場比賽 所以這樣一頓操作下來 荷曼就變成是只能夠在這個2021年的春訓的時候付出 不過競賽期間啊 荷曼痛定失痛 他深刻的檢討自己的家暴行為 他也誠心改過 甚至他一度還在競賽時期發文說 自己不打球了 他要退休 但當然是假的啦 不過他之後怎麼投這個完全比賽的 隔天他老兄就馬上發文說那是個誤會 他取消這個說法 隨後在2021年付出的時候 他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跟球團還有隊友跟自己的家人道歉 那荷曼也盡力取得這個女友的原諒 根據最新消息啊 荷曼已經跟當時被這個物理輸出的女友結婚了 不過這也代表啊 荷曼的改變女友看得見 女友選擇的原諒也證明他們的愛情是相當堅定 目前兩人也擁有三個小孩 那回歸球場的荷曼表現如何呢 他2021年重新進入了陽基的先發輪值 繳出了四勝五敗防御率4.58的成績 這成績雖然看起來不是太好 但其實跟荷曼19年的成績差不了多少 他就是這個等級10例的球員 那2022年荷曼開季遇到了傷勢問題 先躺進傷兵名單躺了半個賽季左右 下半季才回歸 那回來角出的成績也是跟以往都差不多 其實以球隊運作來說 荷曼展現了相當好的救火隊功能 他是個很穩定的六號先發 只要先發輪值有人倒下了 荷曼就會是你的第一個救火首選 把他放到牛棚當長中季呢 其實也是不錯啦 只是陽基近兩年來的運氣 真的是比較差了一點 換來的Montas傷並不止 先下羅蕩到目前也沒有這個初賽紀錄 所以雖然說開季的時候總是會聽到陽基說 自己的投手陣容一致排開相當漂亮 但實際上這個五大先發投手 能夠實際合體的時候還真的是少之又少 2023年的荷曼開季也遇到一個大麻煩 就是外部物質問題 4月份他就被這個雙城總教練有質疑過 他使用這個外部物質 但裁判的判決是 只要他把雙手洗乾淨之後就可以繼續投球了 雙城總教練還因此氣到上場抗議 最後慘遭驅逐出場 過了一個月之後 何茂在面對藍鳥的比賽當中 還是被同一組裁判指控說手太黏了 有使用違規物質 這次就直接將他趕了出去 之後也吃下了10場競賽和未知金額的罰款 當時裁判的說法是 他沒有看過這個友人的手是這麼黏的 裁判說他的手放上去之後 差點離不開何茂的手這樣 競賽回來之後 何茂還是維持著時好時壞的投球成績 按照網路說法 就是他在骰骰子投球型選手 像是他在投出完全比賽的前兩戰 很明顯的他就是骰到了1 兩場只投5.1局就丟了15分自責分 讓球迷跟球隊相當崩潰 但想不到的是 他在面對運動家的這場比賽當中 竟然投出了完全比賽 根據何茂透露 在這場比賽之前 他的叔叔才剛獲釋兩天 何茂非常的難過 還在休息室哭了很久 沒想到他竟然能夠在遭遇悲痛的 第一場先發就燃燒了整個宇宙 創下了棒球紀錄中 可以說是最難達成的完全比賽 這場比賽有幾個重點 是我覺得可以提出來的 像是何茂是用99球投完9局 而且是送出9次三陣 這場比賽之後 何茂的整體防禦率還是高達4.54 這場比賽當中 何茂只被打出了3個Hot Hit 最有威脅性的就是 Ansonny Riesel在5局籃下的那球 其他都算是相對的比較好處理的球 何茂的精彩表現 可說是讓大家都驚呆了 畢竟誰能想像得到在前兩場比賽 投了這麼糟的選手 竟然能夠在此戰投出完全比賽 何茂也成為了陽姬對死第四位 投出完全比賽的投手 也算是千古留名了啦 以上就是這個何茂的故事了 我在這邊也非常恭喜他能夠完成這個經典戰役 而且是在這個有投球時間限制的狀況下 還能夠穩定的將對手一個一個解決 實在是不簡單啦 這邊也祝福他能夠繼續的繳出好表現 完全比賽這件事可遇不可求 能投出完全比賽的投手 不一定都是當下大聯盟最強的投手 有時候這種事情 就是需要一點運氣才能夠達成 如果各位在當下也有在電腦前 或者是電視前看到何茂的這場比賽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當下的想法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